謝謝各位,撐到最後一刻,我們三個月最後 終於要把貼片做完黏上去了 那我們從Prepare開始到Temp,然後Design,最後Delivery 除了技工端的工作是由技工做之外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大家可以為自己鼓掌 好,那這是今天的Outline 謝謝你,太憨爽了 這今天Outline,首先KCAD的部分其實就是剛剛那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剛剛大概語境有稍微解釋了 第二個部分會是Venir的Material 簡單的提一下,免得大家忘的差不多了 因為大家如果Material忘記了,等一下講Service Treatment 表面處理的部分大家就忘得更清楚了 最後講Service Treatment 我們要選擇什麼樣的Service Service Treatment會有Aging的問題 就是會有老化的問題 那它的顏色有時候會變 還有我們Service Treatment的顏色要怎麼選 那最後就是今天的HangOn 好,那首先我們先也是簡單接著上面的KCAM的部分 我們講那個,就是剛剛的觀察的KCAM 那剛剛樓上看到的機器是國產的 是國產的嗎? 國產的,帆軒 那他們是做半導體的公司啦 那就是跨軸有做這一台 那它這個,你如果有對於車機 這個就一般我們叫車機啦 如果對車機比較熟 就知道它可能像早期還有四軸五軸 那現在四軸大概基本都可能被淘汰差不多 現在大部分都是五軸 那五軸它又有分乾切跟濕切 那剛剛樓上看到的那一台就是我們車這個是乾切 那乾切的意思就是在切的時候是不噴水的 它是氣就噴氣 那一般如果是在切一些玻璃陶瓷的時候 會產熱比較多,那就要噴水 那像剛剛樓上這個PMA 因為它本身比較軟 然後像Zaconian就是燒結前的氧化膏的膏塊 在車的時候它就像粉筆一樣 所以不會產熱 所以乾切的部分像樓上那一台就是可以切氧化膏 PMMA 然後PEK也是某一種程度是樹脂 然後可以車塑膠或者是蠟塊 那它在車的時候就是噴水啦 那這個是剛剛那個語境的一個影片 那它這邊是它是秀自己的KCAM的製程 那大家有走過這個流程都知道我們在做KCAM 在做數位設計的時候我們是在學校那邊做的嘛 那所以當你設計好之後就是剛剛語境的那個流程 那大家可以隨便看 那就是剛剛語境秀出來的這個就是那個PMMA的料塊 然後這個是你們的成品 這個是你們的作品 裡面有16個 大家等一下拿回去就可以 就是把它就是最後做deliver的動作 那它就是從上面切下來的 那我特別叫語境 它切下來之後那個screw 就是它的鑄道 它的以前叫鑄道啦 不過就現在叫支撐棒 那它的支撐棒在上面 我特地叫語境就是沒有修得很乾淨 所以等一下大家拿到之後 要自己把上面的那個凸出來的地方把它修掉 然後做deliver的動作 好 那我們就前面KCAM大概就講到這邊 其他的部分剛剛語境有做了解釋 然後接下來簡單的短 非常短的簡單再提醒一下大家那個 veneer的材料的選擇啦 那像左邊從這裡數過來 左邊四個這個是玻璃陶瓷 玻璃陶瓷包括藏石類的 最早的也就是顏色很不錯的 藏石類的貼片 然後這個resin跟ceramic的hybrid 就是陶瓷結構 然後裡面浸潤樹脂的一種hybrid的材料 然後lucide這個白流石 然後lithium disilicate 就是這個二細酸0 這些都是玻璃陶瓷 那再往右邊這邊就是偏這個多金陶瓷 就是氧化膏啦 氧化鋁這些特別硬的 那基本上從就大概啦 但是每一家的材料其實不太一樣 不過從左邊到右邊就是越來越硬 那從左邊到右邊就越來越硬 然後越來越不透光 那強度越來越高 大致上是這樣子 不過各家材料其實差很多 那這個slide上次有看過了 就是所謂的透光的程度 當然跟它的厚度有關係 但是它比如說 empress這個玻璃陶瓷 然後玻璃陶瓷的部分 就是底下如果是白色的 就是底下如果是光 它就會透過去 那氧化鋁、氧化膏到PFM 也就是metal的部分 就基本上就是越來越透光 越來越透不過去 所以你今天在選擇veneer的時候 你要看你有沒有遮色 你要遮色就可以選不透光的材料 或者是你今天precure的厚度比較厚 你就可以像現在還有所謂的PFZ 就是在raconian的內罐外面燒 燒藏石類的材料在上面 所以製程非常非常多種 不過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有 對材料有足夠的了解的話 你就知道你今天要用什麼 那這邊是一個 算是一個比較 就是它在不同的材料 像這邊是Lysian Dysilicate 跟下面是氧化膏 就是比較上面是Lysian Dysilicate 中邊這邊是玻璃陶瓷 那最下面這邊是氧化膏 不過這個就很多廠牌 那它不只廠牌的厚度 就那個不一樣 就是它廠牌還有分顏色 A2啦O1啦 就特別白的 那就各種廠牌也有各種顏色 所以其實我們在比較顏色還有厚度 還有它的特性的時候 很難用單一的標準去比 就是你大概如果要比 可能是同樣的材料相比 或者是不同的材料 同一個色號去做相比 那這邊是一個大概一個看法 就是說上面這邊是氧化膏 然後下面這邊是氧化膏 然後TP就是Transparent 就是它的透明程度 那大家可以看氧化膏的部分 旁邊這一條是從0到2 然後玻璃陶瓷 這個氧化膏是從0到3 所以基本上它從基準就不一樣 就是氧化膏整體上在透明程度就比較低 就算它這個Scale不一樣 這個是從0到2 這個是0到3 所以從氧化膏來講 它就是基本上就比較不透光 那每一個材料 每一個它這邊就是很多的不同的廠牌 它就這樣給它排下來 那它不只不同廠牌 它從底下還給它不同的厚度 0.6 0.7 0.8 0.9 1 1.2 1.4 1.6 1.2 這樣 那基本上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其實越厚就越不透光 這很自然 那不同的號數它 越來越厚的就是它有時候改變的程度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你今天在選用 其實如果真的經驗不足 可以建議先選用某一個特定的牌子 然後再去比如說一次Cag出來 你可以做兩個不同的色號 然後同時在變人的口內去做一個傳音的動作 當然會花比較多錢 但是當你比較沒有就是比較沒有經驗的時候就可以這樣子去做 那這個只是要告訴大家一個 第一個看點是氧化告比二氣酸裡來的不透光 第二個 越厚的話它越不透光 所以比如說你今天你prepare的量很少 但是你需要遮射 那你就可以選氧化告 然後再去做外覽 那當然這些有非常非常多的變化 那前面這邊簡單的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分玻璃陶瓷還有就是多金陶瓷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簡單的講一下Service Treatment 那等一下也是會做簡單的示範 那因為我們今天是用PMMA 那我們今天假裝我們今天是用二氣酸裡 就是我們雖然因為二氣酸裡比較貴 那PMMA我們 PMMA因為是那個素質 所以你用氫佛酸處理是沒有用的 不過我們今天假裝我們等一下在臉的時候 都假裝我們是做二氣酸裡 那就是氫佛酸在處理的時候 就是包含常識類啦 素質禁潤陶瓷 或者二氣酸裡或者是氧化告強化的二氣酸裡 那氧化告強化二氣酸裡 它是含氧化告的二氣酸裡 那其實你只要有含二氣酸裡 就是你只要含細的 你用氫佛酸去酸死它 時間越長就是 當然不能太長 就是時間越長 可以看得出它的表面就是變得比較凹凸 那只要含細 你用氫佛酸去溶 它都可以溶得掉 就可以在表面產生就是凹凸不平 這樣你在做黏著的時候它就會比較老 那就是很簡單啦 就是氫佛酸可以溶解玻璃嘛 所以當你不是玻璃陶瓷 是純氧化告的時候 用氫佛酸就沒有用 就沒有用 然後silent的部分就是它是細碗 那它也是一樣是針對細這個元素 那它就是長 就是如果你今天用 因為大部分前 就是氫佛酸都是用resin在黏 所以你要把玻璃陶瓷黏在resin上面 除了剛剛的氫佛酸去處理之外 不管是氫佛酸的藏石類 或者是立腥的 你在用氫佛酸酸死完之後 用細碗去做表面處理 那細碗的部分它會有一個 一邊是無機 就是這邊是細 那這邊是碳長鏈 那它這邊細的部分 它會去跟你 就玻璃陶瓷表面的細 接在一起 那碳長鏈的部分 就會接在樹脂上面 所以你用細碗去做表面處理 那不管有一些會建議 就是有一些paper是建議你 加完細碗之後要進去烤一下 那有一些偷懶的做法 就是用熱的吹風機吹一吹 做加熱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題目 這邊我們不展開 那這邊酸性單體 簡單提一下是要講 因為氧化膏剛剛有提到 氧化膏你如果用氫佛酸 酸石是沒有用的 那這邊就是我們氧化膏的話 我們就建議用10NDP 磷酸根 那有一些其他的 像這個其他單體 都可以去處理 那記得就是它是把磷酸根 接在樹脂的碳長鏈上面 就是所以你如果今天是作者空黏 或者是建金屬 你就可以用MDP去做表面處理 所以記得你的表面處理 取決於你今天選擇的 Vernier的材料 那這邊也是一樣很簡單 就是你今天後面要接樹脂 你今天如果是Raconian 在這邊Raconian Raconian就是你用這個10NDP 它上面有一個磷酸根 磷酸根在這裡 磷酸根的磷酸的這個地方 會去接在跟氧化膏上面做黏在一起 然後它後面的碳長鏈這邊 就可以接在樹脂上面 所以你用10NDP去做表面處理之後 再用Resin Sement 黏上去 就可以黏得比較老 那這邊是前面的表面處理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所要用到的 Resin Sement 就感謝益生堂 提供Value Rink 以Aesthetic的Light Q 後面會講為什麼要選Light Q 那我們在做表面處理的時候 尺面就很簡單 因為我們通常我們今天如果是Prepare完 然後牙齒的表面都還是Elemo的情況底下 我們就是去用磷酸去做酸食 然後Value Rink 它有自己一瓶Universal的bunding 然後塗上去 然後Light Q 那就Light Q這件事情 也是有很多可以討論 那先Light Q還是跟Sement一起押上去Light Q 這也是一樣可以展開討論蠻多的 但我覺得Value Rink比較沒有差 原因是因為它是一片的 它不太會有Under Cup 如果你今天是一些Design比較複雜的後芽 就是你有一個很複雜的Cavity 有很複雜的形態的話 你如果先Light Q 你如果Bunding突然先Light Q的話 就會有時候會放不下去 不過Value Rink先Light Q其實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 就都還是壓得上去 那它分左邊右邊 右邊這邊是牙齒表面 牙齒表面就是我們很熟悉的 磷酸液群沖水bunding 然後先Light Q 那在陶瓷表面這邊 就是陶瓷表面這邊 就是它的Value Rink 它是建議使用這個Mono Bound Plus 那等一下我後面的slide會把這個展開來提 那我個人建議就是在做磁塊的表面處理的時候 你還是看它的表面是什麼 去選擇你今天要做的表面處理 那假設我們磁塊這邊先處理完了 那我們後面就是接著做sementation 那它這邊就是建議就是一樣在你的ceramic內面加上你的resin cement 然後把它壓上去之後可以先type-cue三秒鐘 然後再把它額外的resin拿掉 然後最後再做final的Light Q 這個是一個操作的步驟 不過這個沒關係 因為我個人就是在黏左的時候都喜歡做一些modify 我沒有非常喜歡完全按照就是廠商的建議去做 那它這個Value Rink的Light Q的部分 就是Loc這個產品就是看中間這邊 那其實不管是哪一個廠牌的resin cement 只要Light Q的resin cement 它都會有不一樣的號數 所以當你今天在比攝比完了 你Vanir做完之後再try in的時候 就是像今天為什麼我們用這個Loc 我們特別就是因為它有try in paste 所以它會有它的try in paste 壓上去之後先看一下顏色 然後再做sementation 然後你就用相對的顏色去做sementation 那它的分Light Plus 就是加就是有點特別白的 那它其實這邊底下有一條白線 它有一條黑線 不過在投影機幾乎看不出來 那基本上就是它有一點遮色的效果 就是它有點偏漂白色 那Light就是有一點偏白 然後Nutra就是中等 那Warm就是比較黃 然後還有到Warm Plus就是非常黃 那你今天在選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相對來講也很簡單 你就是先把try in paste壓上去 看一下顏色 然後最後再用跟它一樣的顏色去做黏著 所以選色的部分是這個樣子 那最後面還有一點點小撇步 那最後面再講 那我們這邊會特別展開一下 剛剛有提到那個 剛剛有提到那個VaraLink的Ethetic 那它其實有不同的代數 那它在早期就是在這邊這個Monobomb的 就是它Monobomb就是針對磁塊的表面處理 那這個Monobomb它早期有一個叫做Eachem Prime 就是它號稱你不用用氫弗酸酸石 在上面塗完你就可以直接做完表面處理 就是我覺得有點像是Safe Eaching Ceramic Primer的意思 就是比如說我今天是用二氣酸力 那我不用用氫弗酸酸石塗上去 然後就可以黏著了 但是我個人是就是對於這個在陶瓷上面做這個Safe Each的動作 我比較不苟同啦 那它是因為它也是類似一個氫弗酸的單體 但是它是一個多弗化案 那當然它就是它在酸石玻璃陶瓷表面的能力比較差 那這邊可以看一下這邊是Vita Mark II Vita Mark II是那個長石類的材料 那氫弗酸酸之後長這樣 然後Monobomb酸石後 Monobomb H&Prime 酸石之後長這樣 那有點像是你可以理解為Safe Each的Dentine 就是你今天用Eachin Eachin Dentine之後 它會全部的Tuber會打開 然後用Safe Each處理完之後 它有一些Smear Layer會被移除掉 那這個你可以理解就是簡單的理解 就是HF就是全部Total Each 然後Monobomb H&Prime就是Safe Each 但是它其實相對來講我覺得Eachin的效果比較差 那我自己唸一些paper 就是我對於這一個產品就不是特別喜歡 但是它後來改版變成就是Monobomb Plus 或者是他們說國際版是Monobomb N 那基本上Plus N是內容物是一樣的 那它在後來改版之後 它就一樣把Safe Eachin的部分 他們現在Safe Eachin還在賣啦 不過它改版之後相對於這個產品 我就比較喜歡一點 那它一樣就是氧化膏的部分是噴砂 然後塗Monobomb 然後如果是金屬的部分 就是一樣是噴砂 然後塗Monobomb 那玻璃陶瓷的部分 它還是回到氫活酸酸石 然後塗Monobomb 那它Monobomb裡面含什麼 它就含那個磷酸的單體 然後塗鋪 然後塗鋪 還有這個瘤化的單體 可以用來黏硬金屬 所以它就沒有再把Eachin這個動作 合到Monobomb裡面了 所以這個產品是我比較可以接受的 所以如果大家在處理 我其實玻璃陶瓷我還是建議一定要用氫弗酸 差蠻多的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今天會用我們平常在用的氫弗酸 還有塗鋪去做取代 像這個Primer就是大部分很多產品 它都喜歡全部加一起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你用什麼材料就選什麼Primer就好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操作 就是我們今天是二系酸梨 所以我們就是磷酸酸石 然後塗塗鋪結束 這樣 我們磷酸不需要其他的單體 那個二系酸梨就不特別需要其他的單體 好 那接下來就講一下我們sementation 那我們在做sementation 就是sement的部分 那這邊是我自己之前整理的 就是我以前一直對於sementation 然後routing 還有adhesive 還有bonding 這幾個字就是 自己覺得從來沒有搞清楚過 那我自己就是唸了 唸了固卜的課本 然後唸了od的課本 然後試著把這個東西 就是整理成我自己的形狀 所以sementation這件事情 它叫做黏合 就是中華牙醫學會的翻譯 它中文叫做黏合 那它是把牙齒跟腹形物黏合的動作 那語意中不包含 non-adhesive或者是adhesive 就是它有沒有黏著這件事情 是不包含在語意裡面的 那routing這件事情就是比較偏豐年 就是比較舊它可能是用ZPC 或者是ZOE的sement 那它主要是靠摩擦力 就是4個mm barman high 然後single crown 這樣子 就是它叫routing agent 那routing相對就是non-adhesive 那adhesive是黏著 adhesive是什麼意思 它是有化學鍵 或者是mechanical interlock 就有化學性的護所 那所以是PC GIC reson-sement 這一類的 它有跟齒值 有化學性的見解 或者是有interlock 這個叫adhesive 那bunding就更小了 bunding包含在adhesive的集合裡面 就是它在 我把它這樣子呈現 就是說它是一個比較小的集合 那adhesive是一個比較大的集合 那bunding的部分 它包含化學線 機械鏡 還有鏡潤 diffuse 通常是指bunding agent 進任在denting裡面 那以上三者任意搭配 或三者同時都有 那通常是指enable bonding 或denting的bunding agent 那 就是 從 我自己覺得 從以前練書 就是從固埔到 od 就是bunding這一塊 它其實沒有 就是 因為不同學問 學滿 所以它沒有黏在一起 所以我自己是 練完之後把它整理成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講一下 就是我們如果在黏 文力的時候要選 light cue的segment 就你不要選 dual cue的segment 那 原因是什麼 就是 當然它有 就light cue的segment有它的優點 它比較長的工作時間 就你沒有照到光 它就不會setting 那它長期比較穩定的顏色 那底下這裡是在 顧古課本跟 odic課本都有寫的 就是說 你如果用dual cue的segment 長期會有顏色 越變越深的問題 好 那它就是 主要原因就是 它裡面有字句的反應劑 那它裡面是有這個 benzoperoxide 過氧化 過氧化 本甲 鞍 就是鞍嗎 我不知道這個字怎麼唸 然後還有方腔的三級鞍 就是反正就是它 save cue的initiator 還有catalyze 就是 兩個反應在一起 長期就是顏色會變得比較深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連veneer 大部分我們是建議都選light cue的segment 除非你今天是用氧化告 那氧化告你就要選 高透的也不一定啦 所以這就又比較複雜 所以如果是高 就是比較在你遮色 就是你選金屬的話 一定就是選dual cue的 那除了金屬之外 zaconian如果是高透的zaconian 還是可以選light cue 那如果是不太透光的zaconian 你就要選dual cue的 那除此之外 所有的玻璃陶瓷都建議選light cue的 大概是這樣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講一下 那個變色的問題 那就是其實長期 有時候你做完veneer長期 你還是都可以看到veneer 顏色變深的問題 那veneer的顏色會變深 就是它包含外生性跟內色性的原因 那外生性包含背景輻射 就是坐飛機什麼那種 配景輻射 然後UV light就是 因為veneer在前牙 就是都會照到太陽光 那熱啦水啦染色食物都會造成 就是你的cement顏色變深 那內生性的包含素質的matrix 然後feeler particle size 光起死劑 還有微聚合程度 就是如果微聚合程度比較高 有時候你放越久 它聚合越來越高 或者是它剩下的那個 碳碳的雙劍比較多 那個就時間長了 變色的嚴重性就越來越嚴重 那這邊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 這個不是牙科的東西 這個是UV膠 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一定有吧 就做指甲一定有看過 就是這個就是那個 你有時候 或者是叫AB膠啦 就是一些UV膠 那它通常是透明的 然後是照那個UV light 它就會硬化 那就做指甲啦 還有做一些小東西的時候很常用 那這邊是那個 這個是那個一個推特 推特上面的一個 就是人 那它把就是市面上所有的UV膠 把它Light Q完之後放在太陽底下 那上面是放在太陽底下四年 下面是剛Light Q完的樣子 那可以看到就是其實 基本上數值你造久了就是會變色 但是其實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現象應該是可以在很多東西都可以看得到 就造久了會變黃 好 那就等一下會講一下有關顏色的部分 所以這邊我們先講一下LAB這個概念 那LAB值就是一個用來敘述色彩的 就簡單提一下 就如果大家知道就不一定要提 那LAB值是一個簡單用來敘述色彩的一個系統 那就是說你今天任何的色彩 可以把它擺在這個坐標系裡面 那LAB代表坐標軸的三個軸 那L就是Light 就L越上面這邊就越白 越下面就越黑 就這樣中軸 這個叫什麼Y軸 那Z軸 Z軸是L 那最上面就比較白 最下面就比較黑 那AB分別就是 B就是帶一端 B的一端正的這一端代表黃色 B的這一端代表藍色 那A就是正的這一端代表黃色 那B的這一端代表紅色 所以是黑白 然後黃藍 然後紅綠 就是一個XYZ 這樣懂了 那當然它有它的數字 那當你看到LAB值 就是它會有三個數字代表 你今天這個顏色在這個坐標的位置 那講坐標的目的就是要講它的色差 你今天有A顏色跟B顏色分別在這裡 這裡是A顏色這裡是B顏色 那當你有坐標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它的坐標軸去算出它的色差 就是你可以用一個數字 來代表這兩個顏色相差的程度 數字越大就差遠多 所以它是一個XY X-X 然後Y-Y 然後Z-Z 然後平方 然後相加 然後開根號 懂了 就是兩點之間的距離 那這邊我們簡單看 雖然它就很複雜 但是其實也沒有那麼複雜 我們這邊簡單看 就是這個投影機實在是沒有特別好 那這Delta-E就是所謂的這個Delta-E就是兩個顏色之間的色差 它數字越大代表色加越大 然後Delta-E等於12的時候是左邊跟右邊 這個應該分得出來 就你可以用肉眼看得出左右兩邊顏色不一樣 那Delta-E5的時候勉強還看得出來 就我覺得螢幕比較清楚 然後Delta-E到3.3的時候就快要分不出來了 然後到1的時候就基本分不出來 應該這個 然後大家不要 就男生不要難過 男生那個椎狀細胞比較少 沒有這是真的 沒有歧視 這是事實 不是歧視 男生對於顏色比較不敏感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所以那個女生問那個口紅色號 我們不要回答他 他問說今天哪裡不一樣 沒有沒有不一樣 對 好 這邊是簡單講一下Delta-E的概念 就是說顏色色差 等一下會講到相對的一個概念 所以前面先簡單提一下 這邊是我們看一下一個 剛剛有提到文力的時間久了 就是顏色會變 這邊看一下這是一個實驗 它分別選用了一大堆牌子 什麼RELIX MACEN VARIA LINK 兩種不一樣的 選了很多種顏色的色號 這邊是RESIN CEMENT 然後右邊這邊 它選了四個顏色 同一個牌子的玻璃陶瓷 也就是那個 VARIA LINK 所以這張Slide 只是要講 左邊它選了一大堆 RESIN CEMENT 右邊它選了一大堆 不一樣的顏色的 同一個牌子的陶瓷 然後它把它黏起來之後 去做Aging 就是把它放在冷熱交替裡面 做很多次交替 然後再把它照那個UVLINE 照很久 然後這邊就是 這一個Slide 就是要講說 剛剛有講 它有選了A1 A3 HT 還有HO 四種不一樣的陶瓷顏色 那這邊這一個圖是 它沒有黏 就是它單純是陶瓷的瓷盤 就是它沒有黏 水面在上面 把陶瓷的瓷盤也拿去做Aging 就是拿去泡冷熱交替 然後照UVLINE 單純只有陶瓷 沒有黏上去 就是它陶瓷本身 做完Aging之後 顏色也會變深 所以這個件事情 是你要知道的 就是不是只有Saman 它的顏色會變 陶瓷顏色也會變 所以它陶瓷就是 看它Δ1 也是有到E 所以單純陶瓷 照光照久了 或者是冷熱交替久了 也是會變 顏色也是會變黃 這是第一件事情 然後第二件事情 就是它把它黏上去之後 它去做 做冷熱交替 然後做照光 然後單純陶瓷片的Δ1 是0.8到1.2 就是你沒有黏Saman 那你把陶瓷加Saman 黏上去之後 Δ1就變大了 就是說 它顏色的差別 從1.4到3.1 但是都小於3.5 那有一些Paper是說 小於3.5以下 就是人眼比較難分辨 但是有一些Paper講2 就是Δ1小於2 其實我覺得就比較 女生有一些對顏色比較敏感的 Δ2它們都分得出來 然後顏色變化就是它有LAB值 那剛剛有講L代表就是Value的就亮跟暗 然後A跟B一個是黃藍一個是紅綠 那結果就是當A君完之後 就是把陶瓷跟Saman去做A君做完之後 整體的L值是變大 就是L值是變暗 顏色是變暗 然後AB值是變得更紅跟更黃 所以意味著你的Value久了之後 它就是顏色會變深 然後會變得更紅跟更黃 所以這個是要知道的 那接下來講最後conclusion的部分 那就大家如果睡著要醒 這個是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也是一部分如果你有做過Value的經驗的話 就相對比較重要的 Saman的選擇 就是如果你材料選擇越不透的貼片 像不透光的Zaconian的話 Saman的顏色影響就越小 所以你今天如果黏PFM 就不用選Saman的顏色 然後如果黏高透的Zaconian還可以選一下 那如果是黏不透光的Zaconian的話 就基本上也不用選Saman的顏色 那我還是建議根據材料的 就是選擇你的表面處理 就不要廠商拿什麼給你就怎麼黏 就你要知道你今天裡面是什麼 其實也沒有很難啦 剛剛講完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你用就是如果你今天Vanier是 就是比較薄的玻璃陶瓷會 Saman會影響你的Vanier的 就是你用Tri-In-Pass的筆射 或者是用水筆射 用Tri-In-Pass的筆射比較簡單啦 那用水也是可以 就是差別是在於你Vanier直接貼在牙齒上面 中間會有一層空氣 你下次可以試試看 就是把水加進去之後 它就會比較接近黏完之後的顏色 就空氣會有折射率的問題 那但是如果你要用水筆射 而不是用Tri-In-Pass的筆射的話 你要有習慣要跟技工配合 就是如果你都用水筆射 你就是很多Case你都用水筆射 那這樣子最後黏的時候 有一些人的習慣是選用特定的 就是比如說Neutral的 就是一般的顏色 然後每一次都用那個黏色黏 然後由技工 因為就是如果技工要修改磁塊的顏色 或者是你臨床上要用Cement去調整顏色的時候 因為你要調兩個東西就比較複雜 所以有一些醫師會直接選擇單純 就一種就是比較偏白一點 或者是會有一些醫師會選擇Translucent 就是有點透光的顏色 就是都用同一個顏色黏 然後磁塊的顏色就有技工去做調整 然後如果一般的廠牌 就是可以選擇固定的顏色 或者是跟技師配合 就是一般有時候都會選Neutral 就是中等的顏色 或者是Translucency的顏色 然後就是建議 就是如果是會透光的陶瓷材料 都選Light Q的Sement 都選Light Q的Sement 然後如果你今天踹完沒有把握 就選白一個色號 就是你如果踹完覺得這樣不知道行不行 你就選白一點 就是如果你今天做3到3 比較多的貼片 沒有人不喜歡白的 就甚至有一些人喜歡做到超級白 那就是為什麼要選白一個色號 因為就算是Light Q的Sement 時間長了 顏色都還是會變深 所以你今天在選的時候 只要它不是那種E35 就是跳3顆牙齒的 到那種比較複雜 那種就很難討論 就是有自然牙 自然牙 然後Liver Neal在中間的 那種特別難做 那如果你是做2顆前牙 4顆前牙 6顆前牙的 選白一點就沒有錯 就白一點大家都會很滿意 那只有聽過病人回來 大部分病人回來 complain 都是說這個太黑 就顏色太深了 很少說這個太白 如果是做對稱的話 那以上是今天的講課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們就做Hand On 那等一下 因為我們沒有這種Light Q 我等一下會用另外一種Light Q 就我等一下再黏的時候 就是像這個VALO 它有出一個比較細的Tip 就是這種細是細到非常細 是你在把Vanier壓上去之後 因為Vanier的問題 就是你把它對上去之後 你會怕位置會跑掉 那你跑掉前牙一看就很明顯 那這個就是你可以 那個Tip很小 你可以壓在正中間 先Light Q 那它就會定位 那定位完之後 你就可以看一下 兩個定位完之後 你再做那個 多出來的Saman 再去做Tap Q 然後就是這樣子在刮的時候 它位置就不會跑掉 所以像不只一間 不只一間有做這個Tip 那我們今天沒有這個器材 我等一下會用別的做替代 所以先給大家看一下